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四人生肖 很久很久以前 人們總共忘記自己出生在哪裡 也算不清自己究竟體穿 玉龍大帝想了一個好辦法 寄年份太難 寄動了民族不就簡單多了嗎 寄動了民族不就行了嗎 玉龍大帝通知土地公 叫他去發福四人生肖的消息 消息功夫以後 他們都在外面跟我談論渡河比賽 當時貓和老鼠都很好的朋友 老鼠說我們不會游泳 要怎麼渡河呢 貓說我們可以跟牛合作 我們幫牠指入 牠帶我們渡河 老鼠跟貓繼續找牛 牛聽了立刻答應 在比賽當天 老鼠和貓都已經在和牛彎下腰 讓貓和老鼠爬上牠的背 然後開始渡河 貓平常就會打瞌睡 今天又太早起來 很快就要牛背上睡著了 在快到的時候 老鼠很想得到第一名 牠就把貓推呀 嘴唸到牛彎下腰 牛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聽著 老鼠在牠耳邊喊著 牛大哥加油 我們快到了 牛高興的衝向終點 在抵達終點的時候 老鼠從牛彎下腰跳出來 搶先得到第一名 牛辛苦了半年 得到第二名 非常生氣 動物門陸陸續續而到了 比賽結束 從大地開始 四公步 一鼠二牛 三鼓四吐 五龍 六哥 七馬 八羊九龍 十七七狗 十二豬 然後 去明明的貓來 牠問說我第幾名 然後 玉皇大帝說你的第十三名 貓非常生氣 每根腹羞都翹起來 牠說 可惡的老鼠 我絕不饒你 說完就 揮爪 向老鼠撲 老鼠往玉皇大帝椅子下針 還飛貓打的一巴掌 牙齒都掉光了 雖然老鼠得到第一名 可是同時提醒掉的 怕貓來早上暴走 直到今天 老鼠看到貓椅子都沒命地跑 連大白天也躲在鬥裡 不敢出來 我的故事講完 謝謝大家